有没有哪位同学想要先发问 来请教我们李安导演的 来 导演好 我是台大新闻所的谢佩玲 那金马刚隆重的落幕 导演也刚从这个 知委会主席上的位置卸任 那台湾的电影产业 其实长期都受限于这个市场的规模 那可能也长期的算是 某种程度上 依赖辅导金这个制度 那导演怎么看我们台湾电影产业 是不是应该继续走这样的一个模式 或是有什么样的未来的发展可能性 谢谢 这个很难讲 你讲到金马奖参赛的片子 还有比较有精神意义的话 应该辅导 我们过去 你们可能不晓得在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个御龙汽车 那时候有一个标语 就是辅导辅导越辅越倒 好像你有辅导你就有依赖性 不努力去竞争 然后也无所谓就变成 就很任性的随便拍 没有责任感这样 那有那个问题 那可是你也看到很多像我这样 就是典型的辅导金起来的 我没有辅导金 第一个我没有得剧本奖 我不会有辅导金 那终于找了我拍 我十年寒窗 就拍了一部推手 那部电影也没有商业价值 也没有艺术价值 我就是纯粹为了辅导金去写的 我觉得那个好像有文化意义 可能会得一点奖金 那部片我好喜欢 可是那就是我的原型 因为我没有任何目的 我写了以后得奖 他们要给我钱 我还想了两天 我说不敢拍 我说十年练剑一下就拍垮了 怎么办 不是把我后面的路挡着 后来当然前辈鼓励我 然后终于也不给我压力 就是我们也没有商业压力 我们一年要培养一个新导演 我们一定可以拿到辅导金 而且我是拿 那时候才四百万台币 然后电视可以卖四百万 他说我们出四百万 你只要女主角不要找太丑 不要超支 我连那个多余的金额 就是那个叫什么 超支的那个预约金 通通给你 那我说我也不晓得拿这个钱 要怎么办 那我就开拍了 然后我的世界就改变 就一拍就拍不停 所以我是一个典型 被辅导起来的人 他真的是推了我一把 然后我头三步都是拿辅导金 所以以一个过来人身份 我觉得辅导金 真的是有辅助到我 那我也被辅起来了 我好像是唯一还是唯二 辅导金还交回去 赚钱以后还交回去 我觉得辅导金 它有一个潜在的问题 就是说当台湾电影工业 不太见钱 比较小的时候 就大家会为辅导金的事情 抢了头破截流 然后为了辅导金 会有一些商业利益的结婚 就变成说你一定要拿到辅导金 我们再开拍 有很多的交换条件 我觉得有这种状况 就不是很理想 我觉得辅导应该的 有商业 它本身有商业价值 我觉得应该让它自己去拍 在商业市场上来争取 不要再开中国辅导 辅导就是应该辅导那些 像我还没有出道 像推手 或者喜宴在那个时候 完全商业价值没有 根本不能拍的东西 我在美国也找不到钱 因为太中文 那时候在国片也没有办法 因为是同性恋的 的议题 所以那政府辅导 真的对我们的意义很大 那开创了一个 不只是我个人 对国片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就是非商业性的 应该辅导 商业就是市场去 去take care 那电影需要一个工业 有的国家像韩国 像法国 对国片有保护 有辅导 然后他们也很合作 对 真正是做一个团体工业出来 它的艺术片也跟着好起来 因为电影不是像绘画 这样拿几笔来就花 它是一个 它要有一个工业体系来 所以商业跟艺术 就是并行非常重要 你要有一个环境 一个沃土 来培养一个文化现象 那就是从Spectrum 就是说这个光谱 从最商业最怂的电影 到最孤伤自访的这种电影 都要存在 我觉得才是一个 就像你吃东西 不要偏食 你要各色各样 才是一个健全的发展 我觉得政府应该在 尤其是这一方面辅导 然后在商业体系上面 也要有一些优惠的办法 辅导的办法 那是就穷不就极 就极不就穷 就是它在办法上面 让它能够茁壮 一个电影工业能够茁壮 而不是说给它钱 有的时候你给它钱 它就懒了 就变成依靠性了 或者就利益冲突了 尤其台湾市场又不大的时候 力气地花在那个上面 而不是说去怎么样 去赚钱 去培养工作的环境 人员器材 这方面去把它的那个底气 做足 或者扩张它的市场 就变成有依赖性的话 我觉得那种辅导 不是很健康的 大是我的看法 我也不是管政策的人 我是以我看到的 还有我本身的经验来讲 所以政策在执行的时候 还是要看层次 如果把它分成一个光谱的两端 比较偏商业性的 或比较偏真的文化的 艺术性的 商业性的东西 你要有办法 要给它开火路 对 要有市场 要有片场 有一些国家 比较适合做的事情 因为台湾的市场不太大 太少了 对 有一些硬体 跟那个培训的东西 还有环境 这个是比较需要 就是以国家力量来 政府来帮助 来辅助 对对对 然后弄一些资金 商 像你们老板 比较有钱的 商界 能够有一些办法 让他们的钱也有出路 然后也有参与感 甚至最后能够 盈利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 比较是属于 政府 比较适合做的事情 政府比较有公信力 他比较 财力比较大 影响力比较大 而且他管 贵账办法 所以他应该在这个方向 捕捉一般的商业电影 对 所以辅导金 我觉得比较适合给这个 给像您 早期的那个状况的导演 对 像我那时候穷极导导 像我那时候的 样子 就很需要辅导 所以您虽然 这个生涯的 这么长的这段时间 拍了很多 筷子人口 大家印象深刻的电影 可是我自己 我自己 像我这个年纪 我真的印象最深刻 真的散步 我最喜欢 一想到李安导演 直接连结出来的画面 就是推手的 然后就是 那个影视男女 跟喜宴 我不晓得为什么 你说我没有进步 我没有 他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自己很老派 我自己很老派 我就很喜欢那个感觉 那个时候 整个 整个气氛吧 对 那时候 就是我 我的生活经验 我年轻 还没有人给我剧本 我要自己写剧本 所以这是我家里的事 我私下的事情 就是属于我原型的 淘心泼妇的一些事情 可能是因为文化上面 都是台湾人 台湾的家庭 很多传统的 这种家庭的互动 关系连结会在 到来那几部片里头 会看到 拍三部也拍完了 都已经把自己家里 都写完了 这样子拍完了 对 我可爱的部分 大概也 比较cue的部分 也都出来了 人也成年了 我需要 需要扩展我的步伐 需要求变化 那您自己好像说 色戒这一部分 倒是您用情 最深的一部片 对 我的感觉是这样 可能因为最害怕吧 最害怕 对 有一些打逆不掉的东西 然后 我觉得好像在拍 我们父母那一辈的东西 所以我用情很深 是 然后 老实说 我觉得一些 像中华民族的那种 共一页 好像 好像陷在里面 好像不止我一个人 嗯 一种不晓得罪恶感 一种混沌的感觉 一种迷惑的感觉 当然里面有很多的情愫 那个情愫 有男女的情愫 也有 因为它是间谍嘛 假装一个东西 对 所以有一些比较 人私密 不太敢泄露出来的东西 就利用战争 利用 报国这种方式 就是也泄露出来 然后它对戏剧有种情怀 登台 粉末登场 那跟我 从一个乖乖的 台南一中毕业的一个小孩 然后来在这边学戏剧 粉末登场 被 被怎么spallet一照 被这个spallet一照 就觉得 哇 灵魂出口了 人生不一样了 是 有一个另外存在的可能性 对我这个人生的转混 很多都是很私密的那种感觉 那我就放在那个里面 放在电影里面 有男的 有女的 有阴的 阳的 什么都有 所以很 很难免了 就是好女孩去演个坏女孩 好男孩去演个坏女孩 里面还有汉奸 还有什么东西 也有人很多无奈的东西 所以很自然的吧 当时大家讨论比较多 就是裸露的部分 对 那很明显 那个其实对我来讲 就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嗯嗯嗯 我也不晓得有什么东西 曲策我 还是拍的 拍的也眼红了 演员也眼红了 就大家好 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都投注在那个情绪里头了 对对对对对 就不太管了 拍完以后觉得 一方面挺宝贵的 另一方面也 没有安全感嘛 对对对 还会有 不晓得别人会怎么看 是是是 感觉压力很大 嗯嗯 也因为那样 所以投入的时候 拍的时候 我不晓得 我就是拍戏的时候 就是王家之那个角色 让我特别容易 流眼泪 是是 我现在看到还常常 有时候会 我也不太敢看那个片子 看了有地方 我会 我会流眼泪 嗯嗯 然后在拍的时候 尤其是在拍 场戏那一段 嗯 就是常常自己在那边哭啊 嗯 就讲很奇怪的一个 一个情绪 精神状态 对 一个情绪被触动的一个状态 就 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触动 哈哈 会 嗯 不太愿意去谈论它 是是 不过 做出来也是我尽力的一个表现 嗯嗯嗯 那 我像很多人看了有感受 那也算 会有一些安慰吧 嗯嗯 不是我一个人发疯 好像 很多人生有同感的那种感觉 透过这种方式 跟人产生共鸣 哦